其实我就想见识见识 传说中的花了八字 大家好 欢迎来到搏击相对论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下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今天咱们继续跟随汪翔 探寻武术里的中国 寻找民间公共高手 昨天是第十三战 领略了女侠段小飞的两一拳 她的点穴功令我大开眼界 今天是第十四战 拜访北京八级拳传人孟元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八级拳 八级拳是中国传统武术拳法 属于短打拳法 其动作普遍追求刚猛 朴实无华 且发力迅速的风格 在积极手法上讲求寸节寸拿 硬开硬打 真正具有一般所述 挨 帮 急 靠 崩 汗之特点 八级拳发力于脚跟 行于腰际 灌手指尖 故爆发力极大 极富有积极之特色 大有黄膀壮天的 剁脚振九州之势 因此八级拳在中国传统武术界 素有文有太极安天下 无有八级定乾坤之说 我查了一下 根据中国武术官网资料显示 截止到目前 中国有十位八级拳冠军 其中有两位我们非常熟悉的明星 张震和吴岳 听说张震是为了拍电影 学习的八级拳 却一举拿下了两块金牌 吴岳更不用说 他是一位动作功夫明星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一块跟随王弘祥 探访武术里的中国第十四战 八级拳梦远 此行路途遥远 王弘祥兜兜转转 又来到了首都北京 来到后天色已晚 夜叹北京八级拳传人梦远 好家伙啊 一上来 梦远对着王弘祥 来了一套拳法 乖打 双方一近身 打了个照面 梦远才发现 这是他的祥哥 难道一开始 你把祥哥当成小偷了吗 上来就打 梦远表示 天也不早了 咱们就开始吧 打完带你们去吃北京的宵夜 看来再晚吃饭也是必不可少的 梦远展示了自己的八级拳 这招应该叫做贴三靠 或者是贴身靠 还有叫铁三靠的 随后梦远打了一套连招 恐无有力 威风凛凛 这又是一套常干的干法 王弘祥先试探了一下梦远 结果确实 感受到了八级拳的威力 几次的王弘祥喊来了小伙伴 让他感受一下八级拳的绑劲 小伙伴说来也实在 立刻摆好架势 就和梦远比划 梦远一遭将小伙伴撞退好几步 王弘祥连忙询问小伙伴 没事吧 没事想干净事 还说没事呢 听你这口气就有事 听到王弘祥要试一次 小伙伴高兴的都憋不住了 笑喷了出来 王弘祥感觉不大对劲 询问 小伙伴表示 王弘祥抬手将小伙伴支了下去 小伙伴意味深藏的拍了拍他的手臂 我们来看一下 双方摆好架势 大战一触即发 双方一进身 王弘祥就被撞出很远 不禁发出疑问 你刚才还笑 你怎么笑出来的 看到王弘祥如此狼狈 小伙伴更加忍不住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贴身靠 或者是贴三靠 铁三靠 梦远邀请王弘祥坐下喝茶 王弘祥开门见山 询问梦远 梦远老师还能留下这什么 梦远反问 你还想要什么 王弘祥直言 说完以后 小伙伴将桌子和杯子 全都撤了下去 两人开始比试了起来 梦远小叶的门非常好看 只可惜围墙不颜色 小伙伴开始偷看 不怕大家笑话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滑了八子 我查了一下资料 这招武学是比武中最狠的一种 过去武行里有一种作斗方式 叫滑了八子 又叫做打或者是瞪技 需要立身端坐 彼此相对 膝盖相抵 俩人对坐教授 因为这种教授方式 无法使用步法而身法 闪转通拢 无可躲闪 所以输赢只在方寸之间 这样的比武也更为凶狠 直接快速 且武者只能拼腰腹 即被发力 掉绑换进 也更为考验武者的功力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滑了八子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王红祥和孟远的滑了八子比试 确实是坐在凳子上 双方比试 全都是上三入 最后双方互相打出一掌 凳子都给打飞了 小伙伴立刻回头 双方开门从里面走了出来 孟远邀请王红祥一行人去吃夜宵 孟远热情的让王红祥 尝尝北京的考串 王红祥刚张开嘴想炫 突然大叫一声 刚才滑了八子的时候 应该没有打到嘴啊 王红祥四气低迷的 邀请孟远参加武林大会 孟远表示一定到 探寻武术里的中国 寻找民间公布告示 第十四站 八级全孟远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对于八级全 我早有耳闻 一个是文有太极安天下 五有八级定乾坤 二是太极十年不出门 八级一年打死人 一语道破了八级拳的凶悍之处 劲爆刚猛 还有很多朋友都认为 八级拳是中国最厉害 实战性最强的一种拳术 但是是罗子四把 还得拉出来的66 因为实战是检验技术的 唯一标准 八级拳毕竟属于传统武术 如果登上擂台 戴上拳套的话 他的实战性还有戴商榷 如果不切磋实战的话 永远不知道 自己练习的积极术 到底如何 所以敢于切磋 敢于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才能让自己的功夫 大幅度的提升 明天我们继续跟随 汪文翔探寻武术里的中国 第十五站 来到江南水乡 探访民间顾目高手 铁臂大侠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的朋友 可以点击下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下期节目更精彩 谢谢大家